這一班7點34分的自強號 從基隆站開出去 8點鐘就到了南港 7點34出發 從基隆 8點到南港站 真的是很快 從八堵出發的話 更快 17分鐘就到 上班就是搭這班車 這班車到台北 大概就30 40分鐘 因為我本身工作 店員就在台北車站旁邊 所以就早上大家馬上就會到 所以你說這樣子搭車 對你來講說是非常方便嗎 很方便啊 因為從剛開始上班的時候 就開始搭這班 對 你有試過其他的交用方式嗎 沒有耶 因為早上客運都到那個 系子裡面會塞車 所以平常就不會搭客運 因為客運那邊 南港那邊 就是一直會脫搬或怎麼樣 就是從那個安樂社區裡面過來 所以我覺得對他們幫助蠻大的 那就是我覺得我們還有幾件事情要做啦 也要拜託交通處王處長 第一件事就是還是要把轉乘的公車 的路網要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我覺得還是要加強宣導 加強宣導 那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有在推動月票 那等到月票這個系統完成上路以後 那對於這個轉乘是沒有成本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大家會更有意願來使用這個運據 那當然就是我們努力來這個鼓勵大家來轉乘 尤其是天后不想影響到上班時間的話 來做這個就非常有意義 在出發之前基隆市長謝國良特別在基隆火車站向外界說明 這一班他爭取的自強號有增加停靠南港站 可以方便到南港轉乘的民眾一個新的選擇 這個是我們在前一陣子爭取了很久的基隆南港直達車 後來感謝台鐵相關的配合 從我們到基隆八堵到台北的自強號 7.34分出發家庭南港 那其實在八堵停 對於現在很多安樂區 因為要到國道客運 常常塞在大五輪及邁進路上面的旅客的輸運 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努力來爭取直達車 基隆市長謝國良在選舉期間非常關心通勤族 也特別提出來直達車的概念 希望減輕基北通勤族的通勤辛苦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